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i485申请中的六个误区 我们知道在美国i485 往往是拿到绿卡以前的最后一步 申请现在比以前审理更加严格 我们更多听说有RFE补充材料 或者预备拒绝或者被拒的情况 因此需要认真准备 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常见的一些误区 看应当如何避免或者纠正 第一点是填表中的日期 以及时候如果你要提交附加的statement上面的日期 比如说你第一次到美国什么时间 最近一次入境美国是什么时间 搬到现住址是什么时间 开始目前的工作是什么时间 以及包括入党退党结婚等等 这些有的时候填表的时候要用到 有的时候面谈interview或者你提供statement的时候要解到 需要精确到具体的日子 那么如果我不记得具体的日子 这个可以是你to your best knowledge 接下来下一条是如果说有的人问到 我在填表的时候有的地方写错了 有的时候是typo有的时候是理解错误等等 不能将错就错你需要过后改过来 要么是在interview面谈的时候改过来 或者在发现以后及时和移民局联系 补充材料修改原来的错误 简单总结 爱485表格上的信息需要与事实相一致 这个原则高于说前后一致的原则 如果此前这样写 所以就要一直连贯的这样写 不是这样的 需要和事实一致 接下来对于职业移民来说 夫妻双方可以同时提交爱485 也可以分头提交 不是一定要一起提交 比如说有的时候配偶中一方可能不在美国 或者暂时有事不能提交申请 那么当然了主申请人需要先提交 不可能是副申请人先交爱485 那么配偶呢 比如作为副申请人 你提交485呢 不算亲属移民 因为这个婚姻关系 在主申请人拿到绿卡以前已经存在 那么相应的呢 配偶也可以继续使用主申请人的排期 一般是职业移民的排期 那么如果配偶在美国境外呢 理论上也可以在等到主申请人 绿卡批准以后办理移民签证 这个呢叫做follow to join 也不是亲属移民 接下来呢 对于EB1A NIW等等类别 自主申请的个人 爱485可以不用通过雇主来办理 不需要来自雇主的文件 这样呢可以避免等待 还有更多灵活性 有的人说呢 怎么证明我目前在做专业工作呢 这个可以用你的税表 可以用你的pay stop等等来证明 那么如果是雇主支持的绿卡申请类别呢 这个I485呢 我们知道需要supplemental这表 但是只有主申请人需要 副申请人呢 并不需要 可以不用通过雇主或者单位 来办理这个副申请人的485 当然了如前面提到呢 副申请人不能独立先提交485 需要和主申请人一起提交 或者过后 接下来一点呢 如果退党已经超过5年 大家知道呢 很多时候绿卡更容易批准 那么怎么算这个5年时间呢 退党的时间呢 因人而异 这个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决定 但是呢 已经过了5年怎么来计算呢 是从你提交I485的日子 到退5年 而不是说我interview的时间 或者预期拿到绿卡的时间 这里顺便讲一下 党员问题呢 现在比以前更加严格 移民局在审理中呢 有时候会提到各种问题 可以参见我们的其他视频 需要注意 最后一点呢 有一些人以前说 我在美国啊 中间签证转换 有身份上的gap 这个会不会影响绿卡 那么只要在gap期间呢 你有申请提交了 在移民局那里等待审理 在判定 那么呢 就不算在美国的非法拘留 unlawful prices 这个一般呢 也不会影响485的批准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一位申请人在美国 过去拿的是H1B工作签证 后来呢 因为工作变动的原因 原来的H1B就失效了 他在正式离职前 或者grease period里头呢 提交了i539表 申请转为 比如说B2签证身份 在申请提交了三个月以后 还在判定 没有批准 这个时候呢 他又找到了新的工作 提交了新的H1B工作签证申请 取得了批准 然后呢 就把原来交的 转为B2申请的 这个判定的case取消了 那么在此期间呢 可以说 他有签证身份的gap 过去的身份过期了 但是呢 不算在美国非法拘留 所以呢 一般来说 也不会影响到 i485的审理和批准 像我们在这里看到 i485有各种细节 所以申请人需要注意 我们这个视频 讲到的是 i485申请中的 六个误区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